那个玩够了就嫁给老式男人的疯女人 婚后遭到了老式人的报复 在说那种玩够了就嫁给老式男人的疯女人的下场之前 我们先来说说婚姻的定量和变量问题 如果你能理解婚姻的定量和变量问题 那你自然就能够推断出玩够了就嫁给老式男人的疯女人会是什么下场 简单来说有四种下场 我们分别来分析一下 之所以说AC组成的婚姻是喜剧 原因很简单 一个玩够了就嫁给老式男人的疯女人真的玩够了 真的想结婚过日子了 而他嫁的老式男人不在乎他的过去 只在乎结婚后如何 彼此都会用心过日子 彼此都是定量 所以自然会是喜剧 下面我们就看一个BD式婚姻悲剧 用一句话概括就是 那个玩够了就嫁给老式男人的疯女人 婚后遭到了老式人的报复